高雄市消防局第一次推出阅历 不同于其他县市使用消防猛男图片 而是将12只超级可爱的搜救犬变成主角 还把明年的消防阅历主题取名So Nice 不仅是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会更好 也是消防人员对自我的期许 高雄市消防局推出明年的阅历 不同于其他县市使用猛男的图片 而是让搜救犬变成了阅历的主角 按照林犬员的指示完成每个动作默契十足 他就是阅历二月份的主角Roger 执行搜救任务可难不倒他 但是要拍照担任主角可就没那么容易 拍摄阅历的时候 其实就我把它当作跟训练一样 但是当天的环境就是很热 又没有阴影 所以我跟我狗狗也是算是一个新的体验 所以我的位置是在田鸟月世界那边 摄影师又需要我们表现一个动态的状况 所以我在那边跟他一直跑跑跑来跑去 然后让摄影师去捕捉一下我们动态的画面 到最后也是得到一些好的成果 所以他们就挑了一张真的有动态的照片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十月份 就是我跟船拔一起在十月份上面呈现出来 这是高雄市消防局第一次推出消防形象阅历 以米白色和玫瑰金作为主色调 加上封面以烫金等方式处理 呈现简约的文青风格 并且将主题取名为So Nice 我们搜救权这个工作已经推行了十几二十年了 那也都非常有成效 那因为So Nice就是搜救权的So 然后他的执行上的工作 而且对我们的帮助也非常的Nice 所以希望取名做So Nice 那也希望明年everything so nice 每一件事情都很Nice 是在推广我们搜救权让大家认识他 我们救灾的好伙伴 那这只Roger呢突破力非常的强哦 他甚至把战板给剥开哦 然后用手发出废叫的反应了 只要从瓦砾堆中找到生还者 就会开始废叫提醒 搜救权的工作其实不简单 不仅考验狗狗的能力 还有平时的训练基于领全员的默契 从早上来我们就先放他出来跑一跑步 顺便看他的今天的状况怎么样 心情怎么样 像是不是有生理上的疼痛等等 我们先观察 之后我们才会做一个简单的训练 譬如说我们用食物去引导他的兴趣 然后跟玩具跟他玩 提高他的兴趣之后 我们才会进入到正体 有时候下午会做一个体能训练 譬如说跑跑步机 然后带出去外面 我们散步去社会化这样子 所以种类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要依依狗狗当天的情绪 还有生理方面来决定要怎么训练 像是比利食狼犬船八和拉布拉多 Roger一样的搜救犬 在高雄市就有十三只 其中有五只搜救犬 在今年十月顺利通过 全国灾害搜救犬IRO国家评量检测 并在高级与中级测验中 分别拿下全国第二名 及第一名的殊荣 期盼透过阅历的发行 让民众可以更加认识收救现场的神队友 未经训 未经训 不愿意 不愿意 大质 请训